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照例来看一下昨天的市场情况 那么澳洲在昨天周三表现总体来说还是不是太进入人意 由于铁矿石价格依然是在下跌 导致昨天澳洲的矿产股下跌依然是比较猛烈 那截止收盘的澳洲200最终是下跌了0.3% 收在5440点 大盘整体也是大约是下跌了0.35%左右 那么从盘面上来看 澳洲昨天在整体来说 除了银行股略微有所上涨之外 其他重要板块包括能源和矿产 包括交通都处在下跌位置 那其他中国方面 昨天既没有能够保持气势如虹这个四个字 这气势如虹我们也是连续说了大概是三四天 但是昨天A股指数有回调 而且回调幅度稍微有些大 下跌达到了1% 最终上海方面是 最终收盘是收在了大约是在3250点左右 深圳方面继续保持在11000点上方 但是也下跌0.2%左右 欧洲三国英国法国德国 整体上轻微是上涨 幅度在0.2%至0.5%之间 而美国三大指数则有两个下跌 一个上涨 其中下跌的里面 其中纳斯达克下跌幅度也稍微大了一些 达到了1.5% 但是昨天最重要的一则消息 就是石油产出国组织 就是我们说的欧佩克组织 最终是达成了现产的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在今天早上 凌晨 澳洲时间是凌晨3点钟 中国时间大约是在12点钟的时候 最终是成功的被达成 那么根据结果出来的话 欧佩克组织整体来说将会减少每天120万桶的产量 因为这则消息昨天石油价格是暴涨了10% 那么在石油价格上涨 以及股市上涨的一片利好之下 黄金价格昨天下跌19美元 跌幅较大 那么今天我们着正来看一下的 就是昨天我们刚才刚才说到的石油 最终石油的现产协议经过了长达大半年时间的纠缠 昨天晚上终于达成 同时我们来看一下未来石油的走势 那我们知道在昨天晚上的澳洲时间 大约刚才说到是凌晨3点钟 欧佩克组织在8年以来首次正式达成了减产协议 这次减产的力度大约是在130万桶左右 新的产量现在是确定在3220万桶 所有的欧佩克国家加起来现在是3250万桶 那么这次的减产协议其实也是出乎了市场的预料 因为市场觉得可能他们达不成协议 因为在开会之前的一两天 当时的沙特态度还非常强硬 而伊朗和伊拉克也不愿意减产 但除此之外 现在更让市场表示惊讶的 是除了欧佩克组织达成这个减产协议之外 俄罗斯他作为非欧佩克组织成员 他也同意在12月的会议上减产 每天减产30万桶 因此这两个利好消息同时的刺激之下 油价昨天晚上是从45块钱一口气是涨到了50块钱 美国油现在大约是49 英国油超过了51块钱最高 那为什么这一次石油会议会产出这么会产 导致了这么猛烈性的一个效果呢 总结的来说有三个原因 第一这一次的减产力度的确是超过了市场预期 因为普遍大家观点是可能减产的力度 大约每一天会减少100万桶左右 结果现在出来的数字是120万桶 比预期多了20% 第二也是刚才说到的 这个俄罗斯的参与 因为我们知道这次的欧佩克组织会议呢 他们限定的都是产油国的 就是欧佩克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减产协议 但是这一次呢 俄罗斯的加入实际上就使得欧佩克120万桶 再加上如果俄罗斯信守他承诺的 他这个30万桶就加起来是150万桶的量 这个量来说的话呢 就的确对于每天以现在的产量来说 大约就会减少4.5%左右 这是第二个因素 那第三个因素呢 由于之前每一次减产说完减产之后呢 大家老方一贴 照旧是自己管自己家产 因此这一次欧佩克组织呢 是确定了一个专门的机构 而且级别比较高 来监督各个国家的减产协议 也就是说你答应要减产30万桶 但你不能只减产29万桶 还有的剩下一万桶也得给我搞上去 那这三个原因呢 就是导致了这一次在会议结束之后 石油出现了10%左右的巨大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既然现在现产协议已经达成 那么未来石油的走势将会如何呢 相信大家如果还有记忆的话呢 我在今年的1月份时间过得很快 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呢 曾经跟大家分析到过 这个石油的走势的时候呢 说到影响石油的这个原因是三块 第一就是供求关系 就是我们说的供应需求之间的比例 第二呢 就是美国和俄罗斯的政治关系 第三就是现在传统的欧佩克组织 和新兴的这个页岩油之间的一个 争夺市场份额的斗争 因此在这三个因素之下 当时原油价格呢 一直是处于弱势 由于即便是欧佩克组织 不惜一切代价要打压页岩油 同时呢 这个美国在打压俄罗斯 因此不让油价继续上涨 所以种种迹象呢 使得油价在过去两年 一直是处于一个下跌状态 但是现在随着这一次 这个现产会议达成的协议 那么产量和需求之间的关系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每天的产能现在降低 大约是4.3% 那么同样价格呢 最少按理说呢 也会同比例下跌 4.3% 加上一个这个递增的关系 现在价格已经上涨了10% 那第二方面呢 也是我们重要说到 一个地域政治原因 因为我们知道呢 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 和美国前现任总统 也就是快要辞职的总统呢 这个奥巴马 他关系呢 不是特别好 但是呢 现在就要上台的 这个特朗普和普京的私人关系 又相对来说比较好 因此呢 现在市场就分析 或者说叫做猜测 你可以说是推测或者猜测 不 这个特朗普上台以后 会和俄罗斯那边呢 搞好一些关系 那这也是导致呢 现在大家预计这个油价 明年不会受到美国 太强烈打压的 另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刚才第三点 我们说到的页岩油 那页岩油呢 在现它的平均成本 是35到40块钱左右 那么现在的价格呢 是在50块钱上下 因此页岩油 目前增加的速度 也非常之快 但是呢 在两大因素 也就是欧佩克组织减产 以及呢 美国不再打压俄罗斯 这两方面的原因 发生改变情况之下 我们还是认为呢 油价在未来6到12个月之内 会保持稳定缓慢的增长 也就是说 现在是50块钱 它不可能一两天之后 变成六七十块钱 但是呢 现在我们预计 油价在未来12个月之后 可能会达到60块钱左右 那么今天投资者 需要关注的事件 在晚上中午的12点钟 中国已经发布了 制造业PMI数据 以及12点45分 也发布了非官方的 PMI制造业 那么到了晚上8点30分的时候呢 英国会发布 他们自己的制造业PMI 以及到了晚上12点30分 美国会发布 他们的首次失业金申请人数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ldMarkets每日曾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